来吧 春夏我一刻吃千斤 我也是个小可思 这个新娘也太主动了 吓得大光要逃婚 可还没踏出门 就被抓了起来 大光只能安慰自己 虽然孩子不是她的 好歹媳妇是啊 这时一个美女出现在婚礼现场 大光心生一气 扑上去就是个雄豹 还一口一个亲爱的 什么情况 干不出来吗 这是我对象 美女傻眼了 还没等她否认 新娘不干了 大骂大光渣男 然后原地解除了婚约 大光奸计得逞 可母亲没那么好糊弄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平时没关系 母亲看出大光在说谎 臭骂了一通 还要给她继续相亲 可没想到 美女接个电话回来 像是变了个人 甜甜的叫阿姨 还亲密的晚上了大光 这下母亲终于信了 马上开始下一个流程 你先三胆兔啊 家里几口人啊 爸妈工作不 现在退休了 退休金是多少啊 美女哪见过这阵仗 赶紧找借口哄走了母亲 然后跟大光坦白 她想骗父亲自己开了家民宿 让她投一笔钱 父亲答应了 但要派秘书先来考察一下 只要大光肯把民宿借给她 骗过秘书 她就配合大光 躲过母亲的逼婚 大光一口答应 可到了饭桌上 母亲上来就发了个两万的红包 大光肉疼了 接着还有祖传的金手镯 美女很配合 不管母亲说啥都不反驳 作为回报 第二天秘书来了后 大光也很配合她 可秘书看了一圈 觉得民宿哪哪都不达标 还识破了他们的关系 不过 她愿意帮他们骗过父亲 但事成之后 要给她提成 美女没办法 只能答应 可没想到 秘书把民宿夸过了头 父亲起了疑心 要亲自来看一看 这几位大爷 想面试当演员 有人会舞术 有人会歌舞 还有人紧跟潮流 而压轴出场的 是村里首富的女婿 人颂外号周润发 两个面试官彻底绝望了 他们打算演一出戏 骗美女的父亲投资 可合伙人的角色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大光劝他们留下发哥 因为他报价最低 就这样 大光亲自上手 理发 修容 换造型 一套下来 发哥马上判若两人 外形一变 人也自信起来 发哥坐地起家 要求涨工资 理由是家里的母羊药生产 这也太离谱了 绝不能答应 三人马上妥协 明天美女父亲就来了 可不能出意外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消息传到了村长广坤耳朵里 坚持明天要出席 广坤是全村有名的脚屎棍 他一出场计划肯定凉凉 生意这么火爆 父亲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虎父无犬女 话不多说 赶紧去跟合伙人签合同 可刚见面 合伙人就来了个90度鞠躬 差点把他送走 美女赶紧解释 合伙人叫三舅一郎 来自日本东京 大光是他的翻译 父亲听完更满意了 马上决定达成这场跨国合作 但签字时 他突然发现 合伙人的手很粗糙 完全不像个大老板 秘书集中生智 说他喜欢攀岩 签完合同 马上就要去爬山 父亲恍然大悟 放心拿起了笔 可接着他手机响了 来吧 来吧 你怎么猜这句话呀 你不知道咱俩母要拿卡的吗 这可不好找借口了 大光干脆直接挂断 说是打错了 父亲将信将疑 再次提起了笔 就在这时 来吧 操着一口塑料日语 再配上日式鞠躬 阳关摇身一变 成了商业精英 可关键时刻 他媳妇杀了过来 吓得他原形毕露 计划彻底败露了 父亲对美女失望透顶 在外面欠下50万债务 还跟外人合伙骗他的钱 这次他绝不会帮他收拾烂摊子 父亲走后 美女也明白 父亲恨铁不成钢 他痛下决心 一定要把民宿做起来 靠自己还清债务 然后再去求父亲原谅 他开始每天忙得向陀罗 白天装修民宿亲力亲为 还要抽空做直播 推销自制小吃 晚上就在网上发布信息 一熬就是整个通宵 酒香也怕巷子深 能让大山外的人看到这里 网络是唯一的捷径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的视频爆红 吸引来了众多游客 自制小吃也供不应求 这天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还带来一份货真价实的合同 要对民宿进行投资 不仅如此 他还直接跑到村委会 撂下一打现金 要给村子修路 交通方便了 民宿的生意会更加红火 而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美女迫不及待要跟父亲分享成功 可他到这时才发现 父亲正独自承受着失败的痛苦 原来公司早破产了 他却从没让他担心 一个人摆起了地摊 为了留住每一位顾客 他点头哈腰的极力推销 看到女儿父亲有点慌 说自己是在实验新的营销方式 他没有拆穿 他告诉父亲民宿的好消息 现在他终于可以做他的靠山了 不仅如此 他的生意还直接拉动了村子的旅游产业 让更多人看到了这里的绿水青山 电影《村里有情况》 是响应国家乡村建设的县礼作品 多位实力孝心加盟 暴笑又温暖的剧情背后 是对山区乡村发展的美好期望 同时也在向每个头神家乡建设的年轻人致敬 是响应国家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致敬 是响应国家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致敬 是响应国家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致敬